台湾公营举办的八届创业大赛以来 培养出17个已经实际创办公司营运的创业团队 在网络世卫时代的创业风潮当中 却有个新手爸爸因为在美国 看到儿童博物馆受到感动 依然放弃过去高薪的职位 以创办属于台湾儿童的探索博物馆 入围第六届创业大赛 最后虽然因为获利问题没有进入决赛 却还是创业成功的同语公司 成为众多创办的团队当中最为特殊的案例 其实那个比赛也是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机会 让我把这个计划从梦想 变成一个很具体实现的一个创意的执行方案 透过一个专业的投资单位的一个比赛的机制 去检验到底你的客观的准备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透过那个比赛 我觉得一方面认识了很多基金会的朋友 认识了开湾工业银行相关的部门的主管 透过那样的部分也让我们想要做这个事情 有一些发生的一个机会跟管道 那重要也得到很多老师的一个经验跟协助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觉得非常值得 因为透过那个机会之后陆续续 似乎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都还念念不忘 那个比赛给予于我们的一些的 这个导引跟协助的部分 儿童博物馆最后虽然并没有从创业大赛得到奖金的益助 但是这份为孩子的心意 得到成品书店董事长吴清友的认同 从场地的提供者进而入股益助资金 让这个台湾第一座儿童博物馆终于诞生 不过由于开设的地点在寸土寸金的信义计划区 因此原本500平场地的规划 缩小成为200平的精致空间 反映在市中心区的呈现 也将空间规划设定在城市氛围 刚开始在挑选说要到底哪一个主题 在国外其实有很多主题 有从科学或者是艺术或者是人文的部分为主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台湾到底缺什么 因为其实儿童博物馆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学习 在这个城市里面比较少学习到的主题 那我们就觉得台湾其实比较少看到的 其实就是社会学习这一块的题目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那我们应该要建构一个跟台湾部分学习 小朋友学习不是一样的主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城市视为一个小小的城市 让孩子进来当自己的主人 所以我们就多了很多就是利用商店 然后借助一个城市的概念来就规划这个空间 所以会看到很多的商店街 然后甚至里面的商店 那因为商店里面其实学习有很多 他们在社会里面应该要学习的重点 所以在空间挑选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是以这个部分为我们空间主要架构的方向 以城市氛围锁定社会学习领域 以小朋友对城市认知的具体印象 打造一个可以动手操作 甚至是透过和父母互动 或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了解一个社会行为的完整运作 这样的情境式学习 让即使是互相不认识的小朋友 也能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发展出一套连大人都觉得有趣的社会运作模式 在这里孩子透过模拟成人的社会情境中 了解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 也因此我们看到许多亲子之间的动人画面 在小剧场我们就发现了 舞台上演出的是孩子自导自演的布偶剧 台下的观众则是笑得合不拢嘴的大人 探索馆开张到今年不过第三年 也经常吸引到许多成人团体前来观摩 采访当天我们还遇到了大爱电视台的同业 因为举办活动的需要前来参访 这样的成就其实也要归功于儿博馆 因应参访者需求做调整的策略 我们因应在空间上面的使用 比如说近来这边的儿童年龄 然后或者是他们在使用游戏的过程里 我们做过了两次到三次的微调 那主要最大的部分是从一开始 曾经有个主题是讲情绪 然后讲脸谱的部分 那我们的部分现在更正为一个科学比较主题的 那是以光影色为主的一个主题展区 那再来这部分就是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更新 就是把我们集中一个商店更换 然后作为一个棉花童装店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部分的空间就是从小朋友认识布料开始 然后布料之后进了继续打扮 然后到设计 设计完之后就要装扮 在那个展区里面都可以学习跟认识到 要经营一个多元的空间 以一个资源有限的民间单位而言 的确是相当辛苦 因此儿博馆也透过不同的专业人士或企业 来提供更为正确或细致的呈现 像是消防车 就是透过桃园县消防局的热心提供资讯 让小朋友了解 消防车和消防员 也因为担任不同功能而有不同的区别 而最新成立的娃娃服装店 也透过美国棉花协会 访拓会和童装店的提供 呈现出服装业的面貌 那这样子我觉得结合不同一业的资源 一方面是我们的团队不可能从天文地理 到人物艺术各方面样样都非常的专业 可是透过不同的资源的结合 我们认为其实我们一直自诩 我们是一个跟儿童跟家庭互动的 一个play phone的舞台 那让有幸于在这样舞台上 跟我们直接跟观众沟通的一个单位 或者是个人都欢迎我们结合这样的资源 一起来创造一些觉得好玩有趣的事 在平均一年有将近15万人次的参访者当中 有三成以上是来自于外县市 因此今年夏天 儿博馆也即将在南部开设 以地球村为概念的儿童探索博物馆 虽然还没有做到损益两平 但是儿博馆希望透过不同情境的营造 让更多小朋友能够在安全愉快的环境中 学习成长 也为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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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制作人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